女孩的容貌倾国倾城 她的衣服四散展开 她像人鱼一样漂浮在湖水中 四周美丽的大自然与她融为一体 而此刻的画面也被英国画家米莱定格 她曾置一个大玻璃池让模特儿躺在水中 复原女孩在湖中死时的场景 她以精湛的写实技巧和神奇的画景复原了当时的画面 震惊了世人 成为英国泰特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百年来无人超越 她也是在上海美术馆唯一需要一个展厅来单独展出的世界著作 这张油画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王被亲弟弟毒死 亲弟弟娶了国王的遗孀 因为他们早就开始背着国王苟且 女孩意外得知国王是被他弟弟下毒害死 他将真相告诉与自己相爱的王子 在皇宫的戏剧表演中 王子再现了国王被弟弟害死的场景 国王勃然大怒 他下令处死所有的演员 女孩受牵连与王后法目被放逐 女孩父亲夜里去求王后能原谅女儿 可谁知王子却以为王后寝宫里的男人是国王 他误杀了女孩的父亲 而此时女孩被下架的一个穷鬼 他踢坏的男人逃了出来 女孩疯癫地闯入了国王宴请大臣们的宴会 女孩的举动吓坏了众人 他手捧自己编织的花束 飞红的脸上 为珠浸润眼眶 他走过去 温柔地触碰了哥哥的额头后 绕过国王坐在了曾经像母亲一样的王后身边 代表着悔恨的云香与迷迭香 三色井 漏斗花被一同编织成花束 紧紧攥在义症缠身的女孩手中 他对王后说 这些是给您的 还有一点留给我自己 王后呆呆地看见女孩 女孩转向王子随从说 希望我尸体冰冷前 见我最后一面 记得把我的尸体要刨出来 可以给你做解剖客用 最后他走到了国王身边 女孩扔给国王一束回乡 并说自己父亲走后 再也没有人拍你马屁了 国王命令士兵把他拿下 即使这样 国王依然派人跟着女孩 王后担心义症的女孩 也跟着他出去 女孩在田间奔跑 不时地看着后面 跟着他的士兵 他躲在一棵大树后 喝下了三滴毒药 女孩一步步地走向湖中 此时毒性发作 女孩不知道究竟 还能不能再次醒来 但只有她的死 才能终结一切 她酿酿腔腔 就这样倒在了水里 她在水里翻滚起来 赶来的王后 被士兵死死拉住 而女孩手中的药瓶也掉落 她彻底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而这个画面 也被永久定格 深夜棺木被人打开 微弱的光线照亮了她的脸庞 虚弱的女孩醒了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